男子说他能让画中美女活过来 然而吃瓜群众却不信他的鬼话 见状男子沾了点红颜料涂抹在猪唇上 下一秒画中女子竟诡异地笑起来 随后男子念出一段口诈 一只修长的美腿从画中迈出 清诚的容颜让台下观众彻底傻眼了 简直和画里的一模一样 双鸡留下顺风顺水 以后的日子都会翻身发大财 女子纵身一跃来到台下 眼波流转游走在观众席 这妖娄的身材无不让台下男人垂涎欲低 唯独棺材扑的老板江北海视若无睹 原来他早就发现女子顺走别人的财物 女子见身份被识破 恼羞成怒直接出手 不料江北海尽身藏不漏 仅凭一双筷子就击退女子 紧接着泼出杯中酒水 女子惨叫一声灰飞烟灭 白小生见戏法被破 于是原地开始做法 灯燕瞬间化作一条虎缝冲向江北海 江北海却异常淡地 仅仅用酒水就轻而易举化解攻势 白小生这才意识到遇上高手了 便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隔空摄取一旁的画卷 随后展开并打向江北海 二人直接来到画中的虚拟世界 在这里白小生杀气腾腾 只见他用力一甩 一旁的鹅卵石全部朝江北海发去 而江北海却异常淡地 随后仅用桌上的花生蜜 就轻易击碎破空而来的鹅卵石 白小生眼见不亮 召唤出一条水柱打向江北海 没想到江北海早有准备 甩出一双筷子就轻易将白小生打出画卷 然而江北海并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劝说白小生回头是岸 话音刚落江北海便扬长而去 只留下白小生感叹天外有天 与此同时 三九成来了一个奇怪的瞎眼老头 本打算带着孙女住宿休息 谁知店小二一头撞向孙女 手中滚烫的茶水煞时间飞到空中 幸好老头会听声变味 一拐杖接下茶壶 这一幕刚好被一个阴森男人看在眼里 便起身说道 刚刚这禅厅绝的功夫 可不是一般人学的会儿 说完就一脸欢笑地离开 瞎眼老头欲感到不妙 赶紧叮嘱孙女远离此人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 只因为暴露了听蝉绝 隔天竟引来了杀身之祸